你的举手之劳可能是他人的无能为力 直北真节目欢迎听友留言及赞助 我们会提拨部分赞助金额 捐助市账相关单位 让看不见但可以听见 你可以在赞助页面留言 我们也会帮您在节目上播出 相关连结请参考节目资讯页第一行哦 欢迎收听直北真 我是跟你一起指方向找故事 没有人生的故事超人 自从3月8号妇女节 直北真满三周年之后 持续的每个礼拜用两集的速度 更新的速度来跟大家空中相规 这一集的播出的时候 已经是第292集的节目了 那这一集呢一个很特别的数字 是因为这一集 如果你在Apple Podcast上面的话 它还有分季度 那这已经是我们直北真节目 第11季的节目 而且今天正好来到第11集 这个1111这是一种天使数字 所以又回到这个瑞人 故事超人来跟大家 做一些故事知识的分享 而且我很久很久没有 透过我自己来跟大家 做一个分享 为什么呢 因为最近我们的 其实其实直北真的来宾访谈 非常非常精彩 那现在我已经不得不请 一些专案的制作人 无偿的专案制作人 来帮我们安排这些节目 因为来宾 因为这些来宾的来访 第一个当然来宾有自己的时间 第二个是直北真也有自己的 能够录音的时间 我们不是 直北真不是我主要工作 所以我也没有办法全时的定在这里 所以我得花一点时间去做安排 那也谢谢这些朋友 包含我们一位非常棒的读者朋友 叫做默默 这个故事超人在空中 特别感谢默默 一直都默默的帮忙 安排一些比较属于 同样属性的来宾 那由默默来这边安排的时候 我这边就可以稍微喘口气 大概就可以把这些 访问的能量 多花一点在节目内容上面 那也谢谢很多的朋友的介绍 因为有你的这个推荐 让有一些的来宾 有一些比较 我平常没有接触到的来宾 比如说 我之前有播出了这个 时代力量主席 王婉玉主席的这个访谈 你看我们平常都 没有在访问什么政治人物 一来就直接就当主席 然后也是这个当过立委 当天的这个节目呢 同场还有我们新竹市的议员 这个小鸟老师 蔡慧婷蔡议员跟着我们一起 所以那一集其实也让我们 理解了很多 所谓的政治人物的工作生态 也让我们了解到 原来呢 这些政治人物 有时候想的跟我们不一样 那有些政治人物 他的理念呢 会远高过于 所谓自己的这样子一个 政治生涯的规划 那这个是真的让我有很多的 不一样的见解 好的 那今天这一集呢 其实我想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主题 就是说 各位可能有一些读者 已经有我的这个书了嘛 这个书叫做把自己活成好故事 那各位可能看完书之后 也知道说 故事可以给你什么样的力量 什么样的一个 对人生不同的看法与见解 然后写故事的时候呢 会有哪一些切入的角度啊 包含你的人设啊 包含你的素材啊 包含你的剧情的编排啊 包含你的头围啊 包含你的这个 所谓的你的故事 人生故事 他有怎么样的原型 可以去做参考 当然我们书里面也提到很多的 就是说 我觉得我当初写这本书 很重要的就是 不是要只是让你回顾过去 因为我去回顾过去 写历史故事写作文 我觉得这不是太大问题 而且也蛮多房间 蛮多书能够教你 怎么样去写一个好的故事 怎么样写一个报文 怎么样去写一个很多人吸睛看的这个文章 不过我觉得这本书有一个很重要的用意 其实是在我书里面所谓的第三幕的部分 也就是说我里面提供了很多 我觉得在要把人生活成好故事 有一些很重要的元素 包含什么呢 包含这个什么叫做内在的因素 内在的这个系统 那内在系统里面 我有提到什么呢 包含什么样的能源 什么样的能量 什么样的能耐 能够让你 这个我讲里面 叫做动力三能 那你有哪三能 可以让你的人生过得更好 那我简单说明一下 比如说 我不知道大家记得吗 如果有看过书的朋友 这个人源就是你的健康跟财富 你要能够往下走 这个健康跟财富很重要 因为有它你才能够有 源源不绝的能量 可以往前走 那这个另外呢 就是能耐 能耐就是所谓的考验 可以被接受考验的能力 那所谓叫做 因为很多人都有很多不同的专业 可是呢 如果可以被这个接受考验 那我相信你的生活里面 会拿着这个工具 找到一个可以前进的路 那我们还有谈到 所谓的态度与热情 就是其中的一个能 那这个态度与热情 是辅助你这些 能耐往前进 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这是讲到内在系统 那外在系统谈到什么 就很简单 大家都耳熟人响 因为我觉得也不要 太过于转弯 天时地利人和 其实讲了很多事情 时间的很重要的要素 然后你的环境因素里面 这个你所在的地区性 我里面有提到一些事情 比如说你觉得你现在很弱 很差 或者是生活很困顿 你施展不开来 有时候你换了一个环境 那最常举例的可能是 工作上不顺 你换了一个工作 可能就顺了 那其实不是说 表达的是说 有时候可能不是你不好 可能只是环境不对 但你如果找到一个适当的环境 其实也更容易让你发挥得出来 那人和当然也很重要了 就是说你怎么样建构你自己的 所谓的生态系统 那怎么样把自己的人脉系统 跟人的互动能够处理好 所以我们刚才讲到第二个 就是这个环境的因素 那还有一个时间的因素 就是要教大家星光三月 就是要能够穿越 然后要能够跨越 要能够超越 那什么叫星光三月呢 那穿越的意思 第一个月 这个穿越 指的是 真的是叫你穿越时空 也就是说你现在 比如说今天是 民国113年的4月12号 那你有没有想想 民国112年 甚至100年 甚至更早期的今天 你正在干什么 因为你要学会穿越 回到过去 你才有机会 看见未来的自己 因为我们所有走到现在 你这个人 走到现在的这个样子 都是因为过去的累积出来的 那里面也有提到一些 叫做因果关系 因为故事很重是什么 就故事梗 有埋下什么因 结下什么果 所以一定是在五年前 十年前你做了什么 我如果十六年前 我没有离职 那我继续在台积电刚 当工程师 我现在不会对着 这支麦克风讲话 你也不会看得到这本书 那我就更没有机会 再透过我现在的 身心灵的状态 去写下我的第二本书 叫做财富自由 才能与天赋的自由 因为我多想告诉你 就是现在我的状态 是很棒的很舒服的 并不是说我的财富非常的多 然后我的身心灵 到达什么程度 而是我觉得我可以用 我有的能力去做 我可以做的事情 帮助到我自己 也帮助到别人 像这种自由的状态 我认为 虽然我从来没有 这个家财亿万过 可是我觉得 可能那是用钱 也买不到的感觉 因为第一个 我必须要有能耐 刚才讲第一个 就是我要有一点点的能力 那个能力是什么 就是说 可能我会做很多事情 我会上课 我会演讲 我甚至会染布 我甚至会做很多的家事也好 这些东西都可以让你自由 可是让你自由 其实你必须要有一个很重要的条件 就是除了你的主要能耐之外 那还要有相对应配合的其他几件事情 才能够相辅相成 那这些事情 我把它写在我的第二本书里面 那在第一本书里面 把自己活成好故事 第一个主要是 跟大家分享 你要去整理自己 第二个分享的过程当中 你也去检视一下 你的过去的人生 有没有符合所谓 好的剧情的安排 那又或是 你现在呢 这个剧情的安排还不到高潮点 那你会发现 你可以重新检视 如果你把剧情当做纵轴 然后时间当做横轴 来看 你会不会是在那个低潮点 那还会在更低吗 还会在谷底吗 你现在就是谷底吗 那如果是谷底的话 那未来就更棒了 为什么 因为你一定会有一段 更美好的未来 那有一句话是这样说 如果你现在人生已经在谷底 你未来的下一步 每一步都是向上 所以这样不是很开心吗 你当你看得懂自己的人生剧情 是不是可以更棒 可不可以对自己的未来 能够有更棒的期许跟想法 好 那这是简单 稍微总结一下 就是说 这个把自己活着好故事里面 如果你很久没翻了 或者是你还没看过这本书 那这本书里面在 分享跟讲解的地方是什么 我讲坦白 我自己超喜欢这本书 因为我觉得过去我在研究故事 然后有一段时间 因为我是工学院背景的学生 所以我们大概也很喜欢用 就是做图表 数据图表这样的东西 然后我又学管理的时候 我又看到很多管理学上面提到的 比如说PLC Live 又比如说这些二次曲线 就是里面有很多企业成长的 关于管理学的东西 我那时候就是很希望 能够把它串联起来 因为它里面看起来 都有一些共同的要素 共同的一些逻辑 那也很开心 我在念台大的时候 那时候我已经把 以故事三目去结构探讨 企业成长路径 这样这个题目 做完了一个简单的学术研究 发表论文 那可是我就觉得 可是这个论文只有一般人 就是只有一般念管理的人 他会看得到 那一般的民众 因为他不太需要去做 这样子的一个 叫做学术研究 或者是企业管理 他可能不见得 无法知道这个资讯 所以我一直很想说 有个机会 能够让大家知道说 原来如果你能够 看得懂故事 那你的人生 有办法 达到什么样的境界的规划 看得懂故事 可能没有办法帮你 过上很好的生活 因为他只能让你 在复盘过去的时候 盘点自己的时候 能够找到一些方向 做归纳真理 可是能不能让你 过上好的生活 当然是要让你 就是你还是要对自己 有一些期许跟规划 可是看好故事 看懂故事 能不能有协助你规划的 这样子的一个魔力呢 其实今天这个就是 今天我要跟大家 谈的一个主题 叫做学会活成好故事 你的下一步呢 如何写出人生的好的脚本 所以关键在于什么 关键在于 如果你都已经有了过去 不管那个过去 好故事 还是即将要好的故事 那你的下一步 我们应该要朝向更好 朝向更好的概念就是 那你能不能给自己一个 好的故事脚本 我一直觉得说 人生我的 有时候很辛苦 很多的事情要做 然后每天都很匆忙 然后每天忙得应付 面对最紧急的事情 最要紧的事情 那其实人生最快乐的事情 是那种最舒服 最惬意 最不紧急 也不见得最重要的事情 那我们却经常地去活在 那个被压迫 然后被要求 或者是别人觉得重要的事情 那你是不是觉得 你的人生就活得 蛮没有意义的 那有意义的人生 都在那些不重要 比如说你去追剧 看起来不重要 甚至真的一点都不重要 也根本就不紧急 可是如果你从追剧的 这一部剧里面 看到某一个角色 影射到 或者是映射到你自己 然后你突然学会什么 你突然顿悟了什么 那你不觉得 这就这样子一个 简单的一个追剧的动作 可能会影响你的一辈子 当然这里面更多的时候 是在阅读的时候发生 你看一本书 看到别人的理论 看到别人的过去 看到别人的故事 然后又回溯到自己身上 然后突然有一些警觉了 然后突然就做改变了 其实看书做改变 其实非常明确 非常明显的是在 两本书身上 第一个叫做原子习惯 很多人看了之后 就建立原子习惯 或者是你看宋仪惠老师的 仪惠老师的原子习惯实践之旅 那你看那个仪惠老师 怎么样保持 每天都跑步不间断 然后一年他可以出版两三本书 然后包含的各种的习惯 都在这里面建立 所以它就是一本 就是从阅读里面 转换成生活习惯 一个很特别 就是很实在的例子 好 那所以说我今天 还是一个重点 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学会活成好故事 你的下一步呢 如何写出人生的好脚本 好 那我先跟大家简 简单讲一下 我一直在想说 所谓的好故事这件事情 它到底会影响到哪一些人 我们就行销学的角度来讲 我们先来剖CTA好了 如果这个叫做目标族群是精准的 那我们再看目标族群 会遇到什么问题 然后我们再去拆解问题 这才是任何一个解决方案 或者是创新很重要的一个过程 所以我再讲一次 我们先来看 好故事它可以解决谁的问题 那这里面包含的是什么 谁跟问题 那我自己在分析 然后后来我大概自己 从马斯洛这样子的一个 这个叫做人的需求的金字塔 我想大家很多人都已经 很清楚知道这个金字塔 金字塔最底下的底端 就是所谓生理需求 然后接下来有安全的需求 那往上就是社会层面的需求 然后尊重的需求 跟自我实现的需求 如果说这个好故事 在这个所谓的 马斯洛这样子的一个金字塔里面 它可以解决什么问题 我非常同意跟认同 任何一套方法方案 它没有办法解决所有的问题 那如果有的话 它应该就是圣经 金刚经 阿弥陀经 它就是一种比较圣人 然后经过一段的淬炼之后 然后一部非常非常 什么都可以看得到一些 结论的一些景点 那我写的东西 我不是在写这个金刚经 我也不是在写圣经 所以我没有办法解决 所有的人的问题 比如说金字塔最底端 这个叫生理的需求 生理需求就是你的吃喝 这种睡觉 一个人要运作最基本的东西 那通常是这样子 这种所谓的学会好故事 写故事 这种所谓的input跟output 大概不会太大的去影响到 吃喝这件事情 我觉得是不会影响到 这是第一个 那所以这一群人 我经常他不是我能够解决 或者是帮助到的 因为我没有办法真的帮助你到 能够让你赚钱 能够让你有东西吃 那第二个层次 就是安全上面的需求 比如说你的个人安全 你居家的安全 像现在如果地震来 我们就很在乎 建筑物安不安全 因为这是属于你个人住的安全 然后包含你的财务的安全 现在我们的通膨来了 我钱要放哪里才比较安全一点 我的钱怎么样才不会不见 甚至于我怎么样去投资 才会让我的钱更保值一点 那包含健康的安全 或者是你整个人 各种感觉的安全 这是第二个层次 因为我们先稳保 稳保之后我们要保持 稳保是现在的状态 安全可能要包含心理的 就是说那我的未来 会不会这些东西不见了 我的住的房子会不会不见 好 所以在生理跟安全的这个领域 这个还是必须要回到现实面 你还是必须去工作 赚钱 然后养家 活口 对不对 这是一些基本的 基本的要素 那你说有一些书籍 有一些阅读的书籍 它可能就可以帮助你 工作的 能够怎么样让你好好的工作 尤其是有一些工具书 比如说教你如何做好简报 工作的基本能力 可能不会简报 你可能就被fire 对 那可能就是你所谓的工作 生理安全上面的一个需求 那有一些书会教你cooking 会教你这个烹饪 那你就可以煮出食物来 这个都会回到你 这人生最基本的地方 那我的书呢 既不教你烹饪 也不会教你做简报 所以我觉得这个书籍 在最底层的需求里面 比较没有它的角色 可是呢 如果到了第三个层次 叫做社会需求 什么样叫做社会需求 比如说你的人际网络 你的心情 你的友情 你的爱情 这是当你温饱了 又安全之后 你接下来就会追求什么 追求爱 追求人生里面的一些温暖 所以在这里面呢 这个社会需求 这是一个领域 那当你又有了 这样子的一个 满足了这个 社会的需求之外 有了温暖之后 你下一步 你会希望别人是注意到你 你的人格是被尊重的 所以能不能让自己更有自信 能不能让自己有成就感 甚至让自己有影响力 这是人生的第四个需求 再往上 叫做自我实现的需求 就是追寻梦想 实践自己 好 那我这五个需求 讲完之后呢 我刚才讲 活成好故事这件事情 不在第一个生理 跟第二个满足的安全 这里面的主要范围之内 可是三四五 社会的爱的需求 在自我尊重的需求 以及自我实现的需求 这里面呢 其实这本书 都会跟它有关系 所以我就知道说 如果当你温饱了 当你工作稳定了 三餐不会 三餐不寄了 然后你有一个家 有一个安全的家 你人就是在一个生活 一个力行 力行 力行运作的这样状态底下 那这本书 就会对你的 未来的三个需求 就会有相对应的一些协助 所以我先定义清楚 给谁看会更清楚吗 好 那下一步 假设你现在是一个叫做 满足了生理需求 跟安全需求 这样子的一个读者 那你看完这本书之后 你现在正好落在 社会需求尊重 跟自我实现这个领域 其实绝大多数 在我们 在台湾 因为有些地方可能 真的还在温饱 这个阶段 但是在台湾 如果你不是最弱势的那一群 其实台湾还是有 我前一阵子 在这个脸书发文 我就说我一早 就是听我太太分享 然后他就提到说 他去访试这些藏道家庭 真的很多藏道家庭 那些独居的长辈 长者 真的是弱势中的弱势 然后因为他们是弱势 才需要申请补助 那也就是说 这些人他们生病了 都把自己都顾不好了 你觉得他有可能说 我们来了解一下 把自己活成好故事 简单来讲 故事里面主角都快消失了 你是要叫主角演什么戏 所以前面这两个 生理跟安全的概念是 假设你的人生是一部戏 那至少你的主角必须活着 所以前面那两个部分在处理 是主角活着 而且还活得久 活着是生理需求 活得下去 活得久 就是安全 就是这个主角可以安全地往下演戏 所以说你可以先评估一下自己 如果你自己真的还 真的已经快活不下去了 你的生理状况出现很多的问题 然后你的未来很不确定 那我确定 我建议你先处理好 生理跟安全这两个层次 如果你现在是生理跟安全无语的 那你现在正在追求自我 然后你现在正在往这个社会网络 脉络往下走 你就可以去了解 你现在你自己在人生当中 你这个主角 你是活着的 而且你至少有一段路 未来的十年二十年 你会活得好好的 发生意外 得到癌症那个例外 就是那个叫做突发事件 那突发事件也没关系 因为在故事里面 突发事件有扮演突发事件的角色 它也是剧情转折的一个方式 但如果说你是在这样子的领域里面的话 我们来看看 如何透过这样子的一个 活成好故事的概念 来让你帮助你 写好你人生的下一个阶段 人生一个非常好的脚本 那我在下一本书 我有提出一个模型 我在这个节目上先剧透一下 这个在这书里面没有提到的 简单来讲 如果说你想让自己活得很快乐 然后让你的故事 是往你自己人生想做的那个方向去走 那我觉得有两个元素 两个元素你可以先去思考一下 两个元素在平面空间上 你就可以画出一个矩阵 那两个元素 第一个是 第一个元素叫做时间元素 也就是说它是现有的吗 现在有的吗 还是未来才会有的 如果我们以经营管理的角度来讲 就是它是现在已经有的市场 还是未来已经有的市场 这是第一个维度 第一个元素 第二个元素叫做 这些事情是你想做的 还是你会做的 简单来讲 我们用时间跟能耐 我们刚才是不是讲书里面 是不是讲的 叫做动力三能 那其中有一个 有你生存要活着 要有健康跟财富 要有能量 对不对 然后最后要什么 要有能耐 但这能耐提到了什么 提到了不就是 你的专业能力吗 或者是你能够做哪一些 专场的事情的能力吗 好 那为什么要特别提这个 你想想看 人活在这世界上 最大的因素 最大的不变 但是一定会发生的变数 什么叫不变 但是会变的变数 就是时间 就是因为时间它很永恒在走 我现在讲完这一集parking 它就是过了半小时一小时 它不可逆 它就是一个会变 但是什么叫不变呢 就是你根本没有办法改变它 除非你哪一天 真的变成时空旅人 你真的可以做到 所谓的星光三月穿越 而且是真实的穿越 那我不知道未来的这个科学 真的能不能做到这件事情 那我现在 我书里面讲的穿越 是你用想象嘛 自己用这样子的 想象的能力去跨越时空 去看看过去自己 去想想未来的自己 可是现实生活上里面 时间只能一分一秒往前走 所以我觉得人生很重要的一个 不变的变数 就是时间 那这个时间包含过去 现在未来 那我们先不看过去 因为过去 我们用盘点方式 已经得到一些答案了 我们就先看当下跟未来 这个叫做替自己的未来写脚本 因为过去的叫故事 未来的叫脚本 那你现在如果说 你现在要往下走 那就依着时间往下走 好 那依着时间往下走 不管你的身份角色是什么 你一定有身上的能力 这个能耐 会让你这个人生 找到不同的方向 那我讲的能耐 不见得是工作上的能耐 不见得是你会的是美工 你会的是半导体 你会的是化学 不是 这个是其中一部分而已 你可以有很多很多的能耐 在你身上 那这个能耐在你身上的时候 就会分成是什么 分成是已经发生还没有发生 所以就分成两种 一种就是我想做 也就是说比如说 我想要学会烹饪 我想要学会煮菜 我想要学会中医 我想要学当老师 这个都是你想做这个元素 可是你人生走到某个阶段 你一定有发生 你会做的 比如说我会画画 我会写作 我会有各种的输出的模式 所以以时间当做横轴 然后重轴就是想做到会做 那你现在想象 你在纸上 你现在拿一个纸跟笔 你画了一个正方形出来 或者是写一个填字 就画一个正方形 然后中边再加一个十字 不就是一个矩阵吗 那矩阵的左下角横轴的部分 写上现在 右下角写上未来 然后在纵轴的那个 左边的纵轴的部分 最下面写下想做 上面写下 上面写出会做 这时候你是不是就可以有 四个象限的不同的状态 分别就是 假设我们从这个左上角开始好了 左上角叫做现在会做 因为你的这个时间横走 左边是现在 然后上面是会 所以一个叫做现在会做 那往下走 往下走 就是现在想做 对不对 然后往右走 就是未来想做 然后再往上走 就以逆时针来讲 就是变成是未来 而且你会做 好 你用这四个象限 去探讨一下自己 我现在告诉大家 用能耐跟时间的概念 就是说 如果你今天 前提是什么 前提是你有愿景跟目标 树林没有提到 对不对 因为如果说你完全就躺平足了 你根本不想训练自己的能力了 那你请你不要听这一集 因为你根本不会想要 我后面讲的所有事情的发展 那所有事情的发展 是基于你现在有什么 跟你想什么 跟会什么 来去做论述 你根本躺平 你说我妈就给我十亿 我就这一辈子 把这十亿花完就好 不过花钱你要知道吗 花钱也要想花跟会花两种 对不对 那你如果是不会花钱 那你十亿送给别人 直接送给别人 被诈骗集团拿走了 请问一下你人生 难道不用重新再开始吗 所以其实 我这样举例好像也不太对 你有十亿 你还是要会想花跟会花两种 对不对 所以如果你有十亿你也来听听看好了 好 那我现在再把这个 如果你手边已经有这个矩阵 那你就再把它往下走 那我把这个矩阵叫做 叫做DIDI 矩阵 那DIDI 是哪 哪两个D 哪两个I呢 来我们如果回到我们纸上 我们的左上角那个矩阵 就是说现在会做 那请你帮我写下两个字叫做发展 英文叫做Develop 发展 那你帮我在你的矩阵的左下角 就是现在想做 帮我写下两个中文字叫做提升 英文叫做Improve 那接下来呢 右下角那个矩阵 在未来 那目前你想做 但是未来可以发生的 帮我写两个字叫做探索 叫做英文叫做Discover 然后再过来呢 在右上 在未来 但是你现在已经会做了 叫做什么 叫做投入 英文 Invest 投资那个Invest 好 OK 所以你看 这个我们如果我们把 不管顺时针念或逆时针念 都叫DIDI 我会把它简单叫做DIDI矩阵 那我用这个矩阵来做什么事情 我用这个矩阵来做一个分析 就是我 现在我某一样技能 那弱点在哪里 好 举例好了 假设是三年前的我 三年多以前 我想要做Podcast 我虽然是一个导演 可是我做Podcast 并不熟悉 那我认为Podcast 用声音在零碎的时间 让大家成长 因为这个在美国已经验证 就是数以千万人在听Podcast 那时候台湾还没什么节目 我认为它在未来是有市场的 它未来会发生一些事情 所以它一定会在这个矩阵的右手边 在未来这边 那可是你的状态是什么 那时候我的状态叫做想做 所以我就会在右下角那个矩阵 画一个小点 然后我可以标明叫做Podcast 那刚刚有讲了 右下角这个矩阵叫做探索 叫做Discover 所以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在这个时间点 如果我只是 我认为它会是未来发展的方向 可是我现在只是想做 那我就要去探索这件事情 所以我那时候要做什么事情 我要做的事情就是去研究 去好好去研究Podcast这个生态 去研究它的设备 去研究它的hosting 去研究它的市场 去Discover所有跟它有关的事情 所以简单来讲 你那时候对我的人生脚本 如果三年前 我要做Podcast 那我要做的事情 我的关键 在那个故事的脚本里面 我的故事主轴 是在做探索这件事情 我就知道说 我那时候要有一个 不知道几年 可能一年两年 或三年的一个探索期 那探索期 那我要怎么做 我就是明白 我的下一步 我的故事脚本 反正它就是探索这个轴线 怎么探索 探索的低潮是什么 探索的高潮会是什么 我探索有一个 蛮神奇的高潮 就是我那时候在选择 要用哪一个hosting 因为台湾有两大hosting 一个是first story 一个是sun on 那探索的过程 我竟然就让我找到说 有一天我就发现 这个sun on的创办人 好像叫做顾立凯 他有一场演讲 所以时代办一个演讲 然后那一场演讲 这整个课程应该是 忘记了 它是一个有废课程 那我就报 我就去现场 然后我就听他讲 听完他讲完之后 我就突然很多事情 都了解了 我觉得做podcast 很多一个很重要的 转折点在那里 就是不只是让我决定了 那个hosting 是哪一个hosting 而且我还透过这个hosting 透过这一场的 这样子的一个演讲 讲座衍生出很多的想法跟做法 所以我就往下走 所以我就当下就决定 好就是你的sun on 我就开始往下用 用到现在还是sun on 那discover 那会让你有很多不同的策略 人生的策略要去走 那如果说你看 这个策略是动态的调整 三年后 我现在做了快300集 我当然还是要得去探索 比如说我得去探索 人家流量那么高 他到底这么受欢迎的节目 原因是什么 或者是说 你看我现在片头 也都会邀请大家 拜托帮我赞助一下 以前我是很抗拒这件事情的 我觉得我就分享给你 那我就免费的来跟大家分享 even到现在你听这一集 是不是都免费 是 可是你看我现在一直在提 很多的干货给你 我教你TA的分析 然后我再开始教你这个矩阵 这个在外面上课是要钱的 对不对 好那你现在免费听 现在问题来了 我这样子的免费的做法 能够支撑我做多久 各位你要知道 我做每一集 我这样做下来 每一集 我把我的时间的成本都扣除掉 可是我这边有空间的租用 器材的买进 各种各种的费用 每一集对我来讲都是有成本的 所以你免费听 那我这样子做 我要怎么样能够让我未来生存的更好 或者是说我觉得这是好事 可是这个节目要能够持续往下走 我要怎么做 所以我最近也来探索这个课题 那我就一开始觉得说 虽然我不见得一定要做什么广告业配 可是我很想让这个节目长长久久 那如果你是一个听众 你也愿意的话 我现在就把那个 我现在的这个 斗内的那个连结 都放在节目资讯页底下第一行 第一个连结就是斗内 斗内那个可能几百块钱 或者是说你随意随喜都可以 都有这个选项 那另外一个斗内 一个很大的福音 所以我有说 只要你们的斗内 我会定期整理 而且定期的捐款 给这样子一个 斗内的相关的 这个弱势团体单位 所以我想要跟 跟你跟斗内 共好 所以你今天如果有任何的斗内 第一个 我的节目会继续往下走 哪怕是五十块一百块钱 第二个 未来会整之后呢 我们再协助 这个施葬朋友 让他看不见 但听得到 所以我后来就改变了一些 策略方向 我就毫不客气地跟你讲 拜托你来斗内我 我不是要叫你 我不是要那种要称呼 什么你干爹干妈那一种 但我觉得你的 任何的一个赞助跟协助 都可以让这个世界更美好 那我也可以 我们也可以一起 跟着听施葬朋友 一起更美好 所以这是好事情 为什么不做 所以我后来就这样做 好 所以你看 即使是三年前到现在 我都还对探索这个领域 还做了一些琢磨 可是 我现在假设 现在假设我三年过后了 我对探索这样子的需求 比较少了 应该是说 我已经从 慢慢地从想做migrate 移动到会做 所以我会做pockets 这时候你看在我的 刚刚你画的那个矩阵 我就会从右下角 移动到右上角 那右上角就是叫做投入 叫做investor 所以我必须在 这个节目 这时候我的策略来讲 我要做的就不是只有探索而已 当然我要探索 怎么样让你donate我 当然另外一个很重要的 也要探索我要做 怎么样的投入 让这个节目更精彩 更丰富 而且做什么样的投入 或什么样的投资 让这个节目可以商业化也好 或者是说 让这个节目有不同的呈现也好 所以这时候 我就不见得要花那么多时间 做discourer 而是要investor 那个investor可能是自己 可能是我的时间 那各位你也有发现 知北珍在最近的 这个节目的形态里面 有做了一些 慢慢有做了一些变化 这个变化不只是 这个思维会 锐人可能的系列之外 那在礼拜二的节目里面 我也慢慢去调整 然后甚至于最近 我也跟 比如说跟Carol学姐 有什么快闪的主持 等等之类的 那开始就有一些 看看有没有一些不同的可能 好 那这个叫做 在有市场的状态底下 那我再举个例好了 假设 好 我写书好了 我都举我的例子 那 假设 我现在的 我想写一本书 那这本书呢 在 它比较像是 书 因为通常书在阅读 本身就有本身的市场 所以书本身 有阅读的这一块的市场 那我如果现在 我写书 那我想写书 那现在这个书 有书的市场 所以就会落在左下角 左下角是什么呢 就是Improve 就是提升 那Improve 当然有人翻译说改善 也可以啦 那概念是什么 概念就是说 我想做 然后现在这个大家都已经在做 那我要想做 那我的策略是什么 我就要提升或改善 我自己的内容 那会是什么样的概念呢 就是 比如说我就要提升 我自己的写作能力 或者是写作内容的差异化 让我的东西呢 更能够被接受 因为你是在一个 现在就 现在的状态就已经是饱和 现在状态就已经很好的状态 你又想切入去做 我刚才讲的是想而已 所以你只是想切入去做的时候 这时候你要想办法 不管是改变那个环境 还是改变你自己 可是改变环境很难 比如说你要去改变这个 整个阅读市场 那怎么可能 所以你就要怎么样 去Improve yourself 我怎么样让我自己更好 我怎么样让写出来的东西 是有人看的 那假设 假设我现在第一本书写完 我现在第二本书 我也知道说阅读市场是怎么样 现在它就是一个饱和市场 而且我是有那个写作能力的 那我要怎么样做 我就会写作 那我要做什么 那我要做的是发展 Develop 就是我已经让自己弄得不错了 那下一步是怎么样 去发展自己 那这个发展可能不是只有 发展写作一件事情 像我最近有做一些 可能有些朋友会知道了 我在发展一些不只是我自己 我在发展更多的作者 作家一起能够成长前进 所以我就会做一个叫做发展的动作 因为我会做 但是现在大家都正在做 那我要让自己做 除了刚才前面我已经做了这个Improve 那接下来就Develop 就让自己的元素能够再更加的成熟 然后更加的多元 甚至于发展Ecosystem 就是在这个生态系里面发展出 不是只是作家这样的生态系 而是必须有别于单一作家生态系 这种做法 那我就延伸出各种不同的做法 我可能是作家的教练 我可能是写作的讲师 我有可能是透过这本书 进行不同的课程跟演讲 这个都是所谓的Develop 反正开支扩页 都是Develop的一种形式 好 我不知道这样讲 大家有没有听懂 就是说如果说你今天 我现在回到人生脚本的设定 这件事情 因为很多人不晓得 那我应该写什么样的 自己未来的脚本 因为有时候你连人设定义都不太清楚 就自己到底现在定位在哪里 所以我现在提供给你一个 DD工具 DIDI工具 你就去盘点一下自己 因为这个很简单 我再附送一次 横轴从左边到右边 叫做现在有的跟未来即将发生的 纵轴的下面是你想做的 纵轴的上面是你会做的 那就把它划成一个四个 四个区域的矩形 那从左上 逆时针下来 到右上分别就是发展 Develop 左下是提升 Improve 右下叫做探索Discover 跟右上叫做投入Invest 好 你有这样子的一个 DD矩阵之后 然后你再去分析 目前的市场状态 目前的外在环境状态 跟你自己内在的想做跟会做的状态 这个很简单分析 但是因为简单 所以很容易就定义出来 想想你的能力是在哪个矩阵 那这个矩阵就给你了 这个DIDI就是四种建议 就分别建议你是进行发展 还是进行提升 还是进行探索 还是要多方位 然后多资源 甚至资金的投入 那你的策略就不一样 有时候这时候帮你决定一个 小小的人生规划策略 那你有了这个 DD矩阵之后 你比较简单的 定义出 你自己应该做的事情 也就是说你的人设出来了 你的前进的方向也就出来了 那有了前进的方向之后 是不是才能够描绘那个路径呢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往下走一套 故事脚本 我们不要讲故事脚本 你就算是从A点到B点 你要从A这个点 画一条线到B这个点 你知道这条线有几 无限多种画法你知道吗 你可以转折的 你可以绕圈圈的 你可以直线的 你可以往下再往上的 所以这么多的走法 你是不是会有 会confuse 但是我如果告诉你说 好你现在所在的位置 叫做你已经在一个 你未来是一个非常有发展 潜力发展的市场 而且你又会做 你就要投入 比如说那时候我觉得 Podcast是未来市场 然后我那时候会一点点 其实我那时候不是完全不会 所以我应该那个点 就会介于Discover跟Invent 因为至少我是做影音导演 对声音对我来讲不陌生 所以我就开始做什么 我一方面探索我要怎么做 二方面我是有做Invest 我就投资了器材设备 我探索很多器材设备 其实也有花一点钱 可是对于我的摄影设备来讲 声音设备真的是像玩具一样 相对便宜 所以我就投入之后 我就开始往下走 我甚至有行动录音间 我甚至可以在录音的时候录音 那我昨天其实又跑去 明星科技大学录音室录音 所以其实我有很多这样子的一个 不同的怪怪的做法在这里面 是因为我探索就找到很多东西 然后再加上一点点的投入 所以我那个时期就做了这些事情 所以其实 那我的A点到B点 我就很明确 就是第一个我要投入 我投入一点资金 因为我需要有适当的设备器材 因为我很确定我会做 然后我就要好好把它做好 可是如果说假设你对Podcast是 当时的你跟我也一样 可是你是完全不会做 完全不懂做Podcast这件事情 可是你三年前可能 你也觉得那是未来市场 你跟我的差别是 你会落在向线的左下角 所以你要做的是improve 提升这 这提升什么 提升自己的能力 所以你就要去报名坊间 所有的Podcast的入门教学 包括我的好朋友Vito大叔 不是也常常开这样子的一个 Podcast教学节目 然后这个拍完之后 我们的好朋友 这个课长华生 也开了一档华生书 就这样的节目 所以你就开始就会 自己就会从提升里面到什么 从想做到会做 所以你就会从improve到develop 就开始发展 所以后来课长华生 成立节目之后 又找我讨论 讨厌 我觉得我每次说书 说一本书 好像也说不完 那你觉得我现在如果说 改成乱衣主题 来谈一个效应 比如说我来谈达克效应 来谈冒充者效应 这样好不好 我觉得挺好 因为他的节目定位 就是一个短时间 让大家了解 一个知识的节目 然后他讲话又很朴实 偶尔他女儿统统又跑出来 你看他统统跑出来 也是一种发展 就是不一样的一些 创新的味道在里面 我也很喜欢那个桥段 所以他就会什么 他就会从这个叫做提升 跑到这个发展 这个领域 那有一天会不会 他已经变成一个 就是成熟市场 或者是说 他未来又想做什么 他会不会需要投入 比如说未来 他从这个podcast里面 又跟他的实体说出 怎么样做结合 那他可能发现 他可能要投入一些资金 或投入一些设备 做什么事情 或者说他未来 他现在是单口 未来想做访谈 他就要进到 投入那个领域 所以你看 这个就会让你在 你的故事脚本设计里面 非常有方向 我是千方百计 去想办法 去找到这样一些路径 想要交给大家 因为把自己活成好故事 不是只是叫你去整理 你过去的故事 如果你只是把这本书 看成整理你自己过去故事的话 你可能只看懂这本书 一半的部分 因为其中有一半 很多的部分 是在跟你讲 怎么样跟自己的过去对话 跟自己的过去对话 重点是在未来 要遇见更好的自己 那一切都是希望 你是往前看的 往后看 我跟你说 如果只是写故事 那这本书会变成 帮大家写慕志明的书 你知道吗 就是反正我就是 死后我才要定生死 那你就不用急 那甚至于 你也不用管这件事情 反正你入土为安之后 自然有人会帮你写 可是前提是 你可能是一个伟人 才会有所谓的伟人传记 那问题是 你都还没成为伟人 怎么会伟人传记 所以我们不应该 要入土为安之后 才去想说 告别是那一天 有没有人帮我念我的故事 而是你在当下的时候 你应该就开始要去决定 自己的下一步 精彩的故事 应该要怎么走 书中写了很多我的转折 其实我没有说 要请大家一定要来做 比如说什么 裸词 离职 然后转职 其实没有 因为每个人的想法 是完全完全的不一样的 那你在你的工作职场上 或许透过这样子的 DIDI分析 或者是活着好故事的这种 所谓的里面的很多元素 比如说人设 剧情的安排 你一样可以把自己活得更好 所以没有一定要有 多重大的转折 但是让自己 很清楚知道 我未来的故事 那个脚本 怎么走 会对你 是 会非常有帮助的 但这里很多呼应到 比如说 Steven柯维 柯维那本书 与成功有约这本书里面 第二个习惯是 以终为时 所以 以终为时的意思就是说 我先想好的结局是什么 我书年不是跟你讲说 这个故事怎么开始 怎么结束 那结束 结束有分好多种 但统 就是统称 就是大分类 就两种 一种叫做回复式的 一种是悬念式的 那你的人生是留下悬念 给自己跟大家 还是说你又回到 像小婴儿出生一样 那样子的peace 就每个人的想法会不一样 所以其实 你懂这些东西之后 你会对你自己的下一步 的走法会更明确 那以终为时 是你的人生 假设你今天在穆志明 在告别式那一天 最近这个歌手黄明志 不是办了自己的 生前告别式吗 那他在做什么 他在感受 那感受突然有这天 来临的时候呢 他在留下什么 最近有一位读者 他也是很深刻的feedback 他说 有一次我在一个师大的场合 那有一个台大的学生 然后学生会买书来给我签 这个我非常的惊讶 因为通常学生比较保守一点 这个能免费就免费 可是他自己买了三本书 然后希望签给同学 他说老师我 我只听到你讲一句话 我看文章你讲一句话 我就很好奇我自己报名了这个讲座 他说 我听见我看见你 你说人生死后要留下什么 我跟同学已经开始探讨这个话题 天哪他才二十几岁的研究生 他在探讨人生死后要留下什么 但是他说 你有一点 我觉得很对 就是人生死后要能够留下给人怀念的故事 所以我们就是好奇 我要怎么样让我的人生离开之后 我的肉体可能不在这世界上 但是我的过去的好故事能够传送 所以我想知道你怎么写的 所以其实确实 因为家财王冠 一分钱都带不走 但是你做过的事情 你的亲友 你的后事 甚至你的著作 甚至别人对你的报道都会留下来 各位你离开的时候 难道你真的是把你的棺材里面都钻满了 这个金银财宝 还是房地产 还是你的股票吗 你烧一烧到天堂去 也没有人认得 我们先不论说你死后会去天堂 还是地狱 还是哪里好了 我们只讲一个比较科学性的逻辑的 你都离开了 你的火化了 你入土为安了 你这个人的名字 是因此而消失 还是留在这个世界上 而且是美名 不是臭名 不是骂名 那个美名要怎么留 其实你不用做大事业 你不用赚大钱 我跟你讲 真的很多赚大钱 也没有人认得他 那真正比如说 靠着什么股票 什么投机投资 发大财的这些人走了 真的 如果说他没有把自己活成好故事 那请问一下 会有人记得 你觉得会有人记得 这个人曾经股票 因为投资 然后很会 什么 怎么样的投资 什么的波段 然后赚了大钱之后 然后大大出名 其实不会的 他只会当下会 有这种 所谓的财务上的安全感 可是后世人 并不会因此而记得 所以我们能够留下给后人 大概就是所谓的 可以传送的一个好故事 那好故事不用多 你可能只要做对一件事情 或者是常常做好一件事情 这个很多人就会记得你 我最近在整理范仲淹 你知道范仲淹做过多少事情吗 一年 这个六十几岁的年头里面 都是故事 都是好故事 而且传送千年 到现在 我们这后人还在帮他整理这些故事 所以今天这一集 简单的要跟大家分享 学会活成好故事 下一步呢 如何写出你的人生好脚本 那我透过这本书的 如果说你正好是落在 但你现在如果吃不饱 喝不足 那真的要好好的先努力 帮忙把健康跟财富 放在你身边 那如果说你现在正好是 在寻求社会尊重 自我实现这一块 那你又看完这本书了 那建议你下一步 分析一下自己 运用我刚才讲的滴滴矩阵 了解一下自己的 现在的想要 想做跟会做是什么 然后目前这件事情是成熟的 还是未来它会发展出来的 简单的四个矩阵呢 就可以帮你找到 你的作为是发展还是提升 还是探索还是投入 那透过这个四个象限分析完之后呢 接下来下一步 你就去好好去思考 我如果是这个走法 这个策略 这一条路径 我这个A点要到达B点 我要怎么走 那你会更明确的知道 我要怎么样帮自己 获出一个好故事来 好 这一集非常开心的 非常深入的 在没有任何的来宾 平常直辈生太多来宾 所以我每次在用访谈的时候 重点都是来宾 绝对不是我的观点 虽然我这个人 其实话已经很多了 但是还是以来宾观点为主 那我今天特别 在我的这个节目的 第十一集的 第十一集的时候 这个天使数字 一一四个一的状态底下 来跟大家分享 这个主题 也希望你 真正的把自己活成好故事 而且你现在已经开始 规划出一个好故事的好脚本 就这样子咯 东南西北 智方向找故事 真人生 智慧生 与你一起 美好你我的人生 我们下一集见 拜拜 拜拜